聽說你被憲哥封殺過 這個就是很好笑的事情 怎麼了 這其實是個誤會 因為那一天憲哥在主持 我去上小明星大跟班 然後那個主題是 模仿節目 就是要一個表演 然後因為那時候 剛好有一個孫安佐的事件 那你知道我們就是 做搞笑的 我們也會跟時事 然後我就模仿孫安佐 來模仿一個我們看一下 我訪問過孫安佐的 我看一下像不像 我知道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是搞笑的 所以我是扮相像而已 OK 當然我是孫安佐 我最近怎麼樣 在美國怎麼樣 我要支持這個 什麼槍枝合法化 我就這樣講 然後那個是一個梗 我就說 而且我跟那個 陸西帕是好朋友 如果跨年的時候可以招我們去101 我們就會把那裡弄得很炸 但是剛好陸西帕那時候也是一個 對出事了 對 然後我是想說一個梗 只是說可能這個梗沒有到很有效果 我覺得蠻有效果的 還蠻好笑的 可能家屬在當現場 憲哥覺得不好笑 憲哥你不能這樣子 你平常弄人家的時候 你也覺得很好笑 人家覺得不好笑 沒有 但是憲哥沒有 我要講的就是說 憲哥也沒有怎麼樣 我們就帶過 然後後來到了另外一個節目 剛好聊到這一段 然後我自己開玩笑了 我就說 我自從上次錄愛你之後 就沒有再過去了 我是不是因為那個表演 被節目封殺了 結果這一段 就被新聞拿去用 就說 憲翔 約於陸西派 然後被憲哥封殺 所以這次的誤會 然後更扯懶了 因為還有後續 然後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這個山豬 我的好朋友山豬 他就說 逸祥你很厲害 你是記於黃鞍之後 跟周杰倫之後 跟憲哥不合的 哇你人生高峰 還有陳怡 對對對 那時候陳怡還沒出來 然後我就開玩笑 我就說 什麼我跟憲哥不合 然後還憲哥封殺我 是我封殺憲哥吧 你來一段條 我來一段條 我是跟他在Line 然後山豬看了覺得好好笑 他就截圖 PO上他的IG 他說哇 他到底有多恨你啊 沒有 因為他 第一個 他覺得IG是隱私的 因為他那時候IG 沒有很多人追蹤 有病啊 IG怎麼會是隱私的 對 當然他不知道 他覺得 然後他 第二個是他真心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也想說 大家看得出來在開玩笑 然後結果呢 殊不知 就是新聞又來挖了 然後新聞的標題又是寫說 逸祥狂語 要封殺憲哥 OK 對就這樣子 那你那時候怎麼跟山豬組對的 那時候是因為 我們最一開始喔 他是在明星藝人學院 他就是一個 一個 那個叫什麼 偉忠哥那時候有開一個辦 然後他 他 去那邊上課 他也想要成為一個表演者 所以他從那邊出來的 那因為我是從大學生的美 然後我跟他第一次遇到 是在全民最大黨 因為他那個 明星藝人學院上完課之後呢 可能會有給他們一些機會 去上電視節目 那時候他們就去上那個節目 然後我跟他在那一次的接觸之後呢 後來也沒有什麼聯絡 然後一直到 那時候 他 山豬是先到 封神無雙當幕後的工作人員 然後他還會寫本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 我也停一段時間沒有去上節目了 他找到我 他跟我說呢 現在封神無雙其實蠻缺演藝人員的 然後問我說有沒有興趣要去上這樣子 那你們想弄一個新組合 然後類似好小想起這樣子 其實我一直有想要跟他搭 但是他那時候其實他的選擇很多 他又可以跟 可能香蕉啊 或 封神裡面的人 去一起搭 對其實我有想 因為我覺得他的 他的各方面跟他的喜感是非常夠的 對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沒有組合上 然後我是到後來才 在那個 我們封神無雙結束之後 後來又一起演戲 演TVBS的機制校園生活 我們又搭在一起這樣子 可是你們兩個後來為什麼吵架 吵架是這樣 還是其實你跟他感情根本就不好 就像浩子跟阿翔一樣 我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 因為我們在表演上面 也是很有默契 然後也很欣賞 表演默契非常重要 對真的 那一丟一接之間 或想梗的時候 那後來是因為呢 我們在台北要租房子 然後我就找他 一起租房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室友 也是封神的另外一個叫琪琪 那我們三個就住一起 然後我跟他因為 你知道人喔 住在一起 就會有很多摩擦 因為生活習慣不一樣 對 譬如說我都會覺得說 他沒打掃 對 然後他很愛嚇我 因為他很愛捉痛 然後常常這個 譬如說 我在我的房間 然後一轉頭 他就在那個毛玻璃 窗戶在那邊 然後我真的弄到 我很不開心 我就跟他吵鬧 你不要再這樣 對 但是那是他的個性 他還是會想要逗你玩 然後住了兩年之後 我就說 我不要再跟你住了 你過你的生活 我過我的生活 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 成長背景什麼都不一樣 住在一起 的確是很容易出問題 我們那時候讀大學 那時候大二開始 我們租房子 有兩個本來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們兩個住同一間 第二個禮拜他們就翻臉了 因為有一個他是 固定早上可能六點半 就會起床的那一種 然後有一個是固定 早上六點半才會睡那一種 然後固定早上六點半才會睡那一種 然後固定早上六點半才會睡那一種 他又喜歡聽閃鈴的歌 對 哇那 對對對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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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一種你知道嗎 可是三週後來 大家當然就已經走了 對 你有夢到他還是 這個就很妙了 我的身邊很多朋友都有夢到 連我女朋友都有夢到 但是我沒有夢到 然後我女朋友那次是跟我說 他夢到的是山豬就來看他 然後他就說 然後來嚇你們 對 然後一直看這樣 然後他山豬就對我女朋友說 叫我們兩個要加油 這樣子 對 那 對啊 就這樣 但是我沒有夢到 好 那你們在最後有和解嗎 有 一定有和解 因為我跟他分開之後 我覺得我們沒有住一起 但我們不算吵 我們沒有到老死不相往來 那就是說 我那時候也忙 我就去教會裡面 去工作 然後他也是忙他的事情 就比較少聯絡 但是因為要拍那個戲 我們兩個又搭在一起 我們又很密切聯絡 然後那拍戲那兩年的時間 我們也都是 幾乎是同進同出 然後我也開車 然後我們一起去錄影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們在情緒不太對 然後正在吵架的時候 一起錄影不是很尷尬嗎 這個會 會遇到就是說 我們私底下 因為我們會 對 包含喔 其實山豬也是 蠻喜歡看政治 政治節目 然後還有我們的信仰的關係 我基督教 那時候是比較 傳統信仰佛道教 對 這個喔 我們都會吵 但是很妙就是 很神奇的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 講到表演的時候 又可以很合 OK 就可以說 你這個梗很好 我就怎麼弄 怎麼弄 對